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baby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而江湖中总是少不了纷争与较量 当导臺的游戏引入积分与排名之后 所有人都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时间来到2012年 毕是天梯排名的头把交椅 长期被一个Somonas M的ID占据 他是谁? 这个问题在年底的一篇采访中揭晓了答案 而一些关键词令人瞅目 16岁,高中生 很多人惊讶于与自己交手的 那个打法凶悍细节到位的对手 竟然是这样一位小兄弟 更多的人则是感慨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子 自己连和他交手的机会都没有 而在这篇采访中 我们还记住了这样一句话 叫我梅比 那真的是一段属于少年人 充满阳光的记忆 直到多年以后 已经成为了顶尖选手的他 仍然对这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 心心念念 也正是这段时间 梅比与他所在的Greedy战队 席卷了Dota1大小比赛的所有锦标 天才少年的光芒愈发耀眼 更加广阔的天地向他发出了呼唤 2011年 科隆游戏展上 将近高达百万美元的国际邀请赛 将Dota2搬上了电子经济的历史舞台 随后经过历年主步完善 实现了对于卧三板Dota的完美传承 各大职业战队力兵莫马 开疆祸土 为这款古老的游戏注入了新生 而梅比也终究没能兑现那句 高中毕业成为职业选手的承诺 因为这一天提前到来了 2014年2月19日 农历新年刚刚过去 LGB官方微博发布消息 梅比正式确认加盟 精彩绝艳的少年人 来到底蕴身后的老牌电子竞技俱乐部 一切是那么的顺理成章 这是一次天作之和 从此LGB与梅比成为了一个联系的名词 并共同见证了之后数载的兴衰融入 紧张的磨合与训练 一周之后 2月26日 NPL上 LGB新阵容 2比0兵不确认 拿下L战队 未必出色的完成了刀塔尔职业首秀 这似乎是一个不错的起点 而事实证明 所有人还是太乐观了 在之后的新浪超新星杯 NPL联赛 以及Stylator系列赛上 LGB的表现均不见人意 3月17日 LGB一纸公告 没必将作为替补选手 或组建轻讯队伍 两则讯息 仅仅相隔不到四周时间 27天 18场比赛 当愁出满阵的年轻人 还没有好好感受职业电竞的氛围 当这周遭的一切新鲜感还未消散 电子经济残酷的一面 却如狂风般呼啸而来 这个曾经 几万千赞誉于一身的天才少年 在缺失中 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职业道路 霸气 小爱 这些曾经的队友先后到来 与Mayby围基石 创建了这支 在日后演绎了黑马传说的CDEC 熟悉的好友帮助Mayby重新振奋 但逐梦之路 怎么可能一片坦途 两个月后 5月21日 PS中国区域选赛 CDEC加赛不提DT 失去了国际邀请赛的禁忌资格 我们不知道 在那个夏天 Mayby是抱着怎样一种心态 去观看同一俱乐部的队友 征战西雅图 他是否对自己当初的职业选择 产生过迟出与迷茫 亦或是对于未来目标 仍旧坚持着期待与希望 看着那些翻盘后狂喜 失利后悲伤的选手 是不是也曾幻想 如果自己在他们之中 时间赐予的 时间终究会夺走 时间抹去的 时间也终将会归还 进入2015年 Mayby终于等来了LGD母队的召唤 曾经的天梯第一人 与星科世界冠军队长一同回归 LGD的战队历史 翻开了新的一页 5月 I联赛第三季 DOTO项目总决赛 随着危机战队 一波主动出击的亡命团战失败 打出积极的一刹那 全场飞腾 从败者组卷土重来的LGD 3比0赶紧利落战胜对手 斩获总冠军 这是LGD新阵容 取得的第一项锦标 也是Mayby 重返战队后的第一个冠军头衔 领奖台上的小黑皮 激动不已 这整整一年来的隐忍与等待 都随着高高举起的冠军奖杯 彻底释怀 这一战 如同打通了任督二脉 LGD在之后的比赛中 持续了自己火热的状态 连续拿下WCA 世界电子竞技大赛中国区 与季联赛2015赛季两项冠军 褪去了青涩的眉币 也在重回团队后的一系列历练中 被接纳 被认可 被信任 被倚仗 团队磨合 日趋完美 当接到2015年 Ti邀请寒时 LGD 整支战队阵容齐轴 蓄势待发 国际邀请赛 每年刀太好者的年度胜典 最顶尖的拳手 与最狂热的粉丝 挤挤一堂 与全球百万玩家 掀起电竞狂欢 当飞机降落西雅图 海风扑面而来 曾经不甘地沦为看客 而今 无数次憧憬的舞台 正在自己面前 徐徐展开 第一次来到这里的眉笔 紧张 忐忑 期许 这些情愫或许都有 但那距离梦想 更进一步的感受 却是如此真切 这确实是一支 空前强大的LGD 有天才的中单选手 横空出世 宇曾在Ti 创进决赛的Syla 双星闪耀 空军队长 坐镇指挥 另有两名经验丰富的 辅助位选手 保驾护航 这支历史悠久的老牌禁旅 再一次向冠军 发起冲击 万事开头难 而作为揭幕战的参赛队伍 尤为如此 LGD的对手 是正值巅峰的C9战队 比赛中 C9的攻势行云流水 五虎生风 将对手牢牢压制 而作为防守一方 LGD疲于应对 顾此时彼 面对大军压境 率先被迫一落的情况下 梅B的火猫 祭出了圣剑 充分发挥出灵动 飘逸的英雄特质 以一服当官的气势 拯救了比赛 拯救了战队 这是梅B与LGD战队 奠定信念的一场比赛 少年英雄 一战功成 名满天下 随后的小组赛中 他们的表现愈发出色 并最终 以五胜两平的战绩 A组投名 昂首挺进 钥匙球馆 梅B因为作为第一次来 这个TI参加比赛 已经是打完了 小组赛阶段了 那么对这个阶段 自己的表现 来做一个评价吧 就还可以吧 然后继续保持 好谦逊的回答 但任谁都可以感受到 通过小组14场比赛的淬炼 梅B与这支LGD 已经悄然完成蜕变 对于主赛时 他们理应拥有更大的期待 8月9日 是第五届DOTA2 国际邀请赛最终决战日 而此时的人们 已经看出端倪 在这届大赛 演绎了青春风暴的CDEC 已经显现出疲态 败着组LGD 与一季之间的较量 就是总决赛的提前上演 然而 邪恶天才三板斧的绝技 帮助他们在BP上战尽先机 LGD苦苦之称 梅B的风暴之灵 化身泉水战神 一次次从水泉处起飞 狂飙突进 利剑一般义无反顾冲向极震 但终究无法逆天改命 走到了最后一天 却没能坚持到最后一刻 这是梅B 现存的最早一条微博 就发布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是的 你不想输 我们看到了 我们都知道 TI落幕 梅B的感受五味杂陈 既体验了一招成名天下之的快意 也品味了与梦想擦肩的无力 然刚刚年满二十 年轻人拥有无限未来 但未来之路却是经济密布 每逢TI之后 是各大战队人员调整的重要时期 而2015年的秋天 梅B 与LGD迎来的是长久的动荡与起伏 11月 威慑改制四大联赛后的 第一个Major级别赛事 法兰克福特锦赛火热开启 LGD 虽小组赛表现尚可 但淘汰赛首轮 败给同门师弟CDEC 败者组爹妈大战 辅于ehome战队止步八强 农历年后的上海冬季特锦赛 则是中国刀太号者 不愿提及的一次惨痛回忆 LGD 虽成为了国内唯一一支 打入淘汰赛胜者组的队伍 却和其他兄弟战队一样 都没能卖过八强这刀考 在此期间 梅B的表现 也如同战队的成绩一般 起伏不定 乏上可陈 似乎那个 在TI上光芒万丈的年轻人 退去了天才的光环 披上了普通人的外衣 是时候进行改变了 也许换人并不是大家 愿意看到的结果 但不可否认 想要改变战队状况 这确实是行之有效 并且立竿见影的方法之一 2016年3月18日 小巴回归 大技与弦乐加谋 LGD完成重组 而对于梅B来说 昔日队长 与曾经好友的到来 是最令人振奋的消息 重回巅峰 需要一步一个脚印 在这段时间里 我们看到了一个 伴随着战队表现 不断成长成熟的梅B 三个月后的马尼拉 LGD开始展现 这段时间魔力的成果 面对 在上一个特警赛 将自己送进败者组的 苦主MVP LGD2比1 完成复仇 晋级四项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而从冬去春来 LGD仅仅用了一个 季节的时间 春季赛 尽管第四名 对于荣誉满身的 中国倒塌 并不是一个 值得炫耀的成绩 但梅B 与整个团队的复苏 让人们重新 看到了希望 随着TI临近 梅B削发明智 与LGD一起 绷进了这根弦 然而 命运的捉弄 总是令人猝不及防 7月底 当悬阅最后一次 宣证悲剧 LGD 无奈只得接受 临阵幻将的事实 之前所有的战术制定 套路演练 必须推导重来 这在TI6 马上就要开始的 关键时刻 对于战队 无异于一次 毁灭性的打击 8月 翡翠之城 依旧吸引着全世界 奠近爱好者的目光 但LGD的前行 却显得跌跌撞撞 尽管要是球馆 他们退无可退 破釜沉舟 耗时69分钟 艰难战胜秘密战队 为自己强行殉命 但该来的 终究无法逃避 主赛是第二个比赛日 LGD0比2 败给了后来的亚军 DC战队 似乎一切都还没有开始 这所有的故事 却戛然而止 后边的比赛 Mayby只是看客 一年之前 同样的地方 他是新生代的翘楚 一年之后 他亲眼目睹 更加年轻的选手 创造了更加辉煌的奇迹 这种只属于电竞人的 压力与残酷 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最为清楚 但这一次 Mayby只是淡淡说了一句 兄弟们 谢了 TI之后 Mayby站到了职业生涯的十字路口 离开还是留守 这是一个问题 已经在大赛中证明过自己 他完全有能力代表任何一支战队 站在这一方地图的正中央 然LGD的诚意十足 围绕Mayby打造全新的阵容 于是阿摩 小智 青菜 依次到来 整个战队年轻而富有朝气 终于 Mayby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留下来 以一个核心的身份 去争取荣耀 岁末年中 完美盛典 导塔人 自己的颁奖晚会 华丽上演 Mayby融合最佳阵容 最佳中单选手 明年到以后还会继续努力 拿个冠军来证明自己的 谢谢 拿到冠军 这是每一个职业选手可求的目标 来到2017年 LGD的战队调整仍在继续 1月5日 姚弟回归 3月24日 老十一从ehome战队租界加盟 LGD 征战TI7的战队阵容就此确立 发生在去年的故事 相信很多人仍然铭记 中国军团 征战国际邀请赛的前景 并不被人看好 而Mayby 与他所在的LGD更是如此 失去直邀资格 从中国区惊险突围的他们 确实没法承载 国人更多的期望 但8月份的西雅图 给了人们惊喜 吸引军团脱胎换骨 在小组赛全面爆发 4支中国队 打入主赛式胜者组 与其他四大赛区的顶尖战队 分庭抗力 LGD 困扰他们许久的双核并存问题 似乎也在国际邀请赛上 找到了答案 然而巅峰过后 是流星坠落般的反转 LGD落入败者组后 一路搏杀 闯入四枪 却败给了后来的总冠军 Liquid战队 赛前 怀着TI3一般的悲壮 过程带来TI40的憧憬 结局 徒留TI5一样的无奈 正届国际邀请赛 Maybee的表现不可谓不强 但繁华落尽 命运的天平 却如同基础年的诅咒 一样不可琢磨 Enjoy Dota 是他对于这篇赛上的留恋 也是对于这个夏天的最后质疑 时间的行进 从不因为人的好恶 停下脚步 进入2018 来到Maybee加入LGD的第四个年头 身边的队友来去更迭 他已然成为了队内效力时间最久的选手 新年的第一天 LGD宣布了自己的新阵容 TI7后加入战队的FY重回四号位 而三号位与五号位 在视讯多人之后 选择了前Max战队的查理斯 与前WG战队的XNOVA 这两人名声不张 也并没有在之前的比赛中 有过瞩目的成绩 所以 这次人员变动 更多被看作权衡之下的一次尝试而已 但很多时候 圆真的妙不可言 新阵容 在之后的各大比赛预选赛中 捷爆频传 4月初 第三届Dota2亚洲邀请赛重装上阵 LGD在A组通过加赛 集身胜者组 淘汰赛 2比0战胜一技牛刀小事 2比1战胜液体 令人眼前一亮 4月7日 面对现世界排名第一的VP战队 迎来真正的考验 败者组三局比赛长长脚着 最终 靠孽主兵心显招 天将雄狮战胜了对手 如同波云见日 LGD距离冠军仅一步之遥 但或许正是因为有了期待 人们忽视了一天八场高强度对抗 带来的身体与心理疲劳 而之后的落差令人猝不及防 比赛结束 面对铺天盖地的失望与苛责 没必的与动却一反常态 这种微博上的直输凶意 任谁都知道会招致什么样的舆论后果 但就像他本人所说 没有自信 打什么职业 血性 也是顶尖选手必备的气场 2018年5月 莫斯科VTB兵工 一切等待 有了答案 作为独联体地区最大的国际性赛事 LGD战队在一国他乡 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传奇历程 从小组赛开始 五名队员的发挥一场好过一场 遗落了剃须刀的眉笔 仿佛解开了封印 伴随着日益浓密的胡须变得更加强大 长平野人的称号 不静而走 来到主赛场 状态火爆的LGD战队 愈发不可阻挡 面对坐镇主场的独联体巨熊 以快打快 一刀流船长 震惊世人 迎战上届冠军液体 蓝猫狼人带线牵扯 兵线艺术 叹为观止 打法灵动 战术多样 以对手熟悉的方式取而胜之 VP 液体 世界排名前二的战队 成为了老干爹 通向冠军奖杯的垫脚石 他们 在镇中杯的历史上 书写下属于西恩刀塔的新篇章 次战过后 LGD战队鼓起鱼勇 在回国后的MDL中 上演了败者组 一川六的好戏 实现了 Major赛事的两连冠 在全年收官大战 Super Major中 也打入了前三 拿到了国内队伍的最好成绩 如今 又到了一年一度 TI进行时 眺望大洋彼岸 Mayby 与他所在的LGD战队 一定有一个更大的愿望 正在心底 慢慢浮现 初始Mayby 人们惊讶于他的青春年少 感慨他的天赋卓绝 再回首 CDC的历练不可或缺 重返LGD 倍感珍惜 于是在之后的故事里 西雅图的风云变换 上海滩的公外垂成 直到莫斯科 登临世界之巅 我们看到了一个 在与生活的交手中 慢慢成熟的少年人 而在时光中 和他一起成长的我们 也在这些或苦涩 或欢喜的日子里 寻觅着自己的影子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任世事无常 沧桑变化 最初的梦想始终萦绕 现如今 那个象征至高荣耀的舞台 又一次展现在面前 所以前路凶险 唯愿你初心不改 始至不渝 有梦 皆有可能 有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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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